兄弟们有没有遇到过和女生聊了很久 感觉马上就要在一起了 女生却忽然不想理你 甚至朋友圈都把你屏蔽了这种情况 是不是很苦恼 如果告诉你们 只要你们掌握一个点 你就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还能够让女生倒追你 你信吗 如果现在还不知道 如何通过聊天生机关系的兄弟 一定要把今天这个视频点赞收藏反复观看 这直接关乎于你能否顺利脱单 这个兄弟他找到我说 主人你好 我创业三年多了 前段时间认识了一个模特公司的女老板 感觉她对我有好感 有一次我生病进了医院 她把工作推了来照顾我 我心里特别感动 第一次有女生这样对我 我就决定一定要追到她 为了见到她 我每周都会坐飞机去找她 还在她家旁边租了一套房子 每次去也都会带礼物 什么护肤品包包 我以为我们肯定会在一起 所以她每次出去玩 我都不让她去 她不安全 但是今天她要出去喝酒 我没同意 她态度一下子就变了 让我别再去找她了 发消息也不回 朋友圈也把我屏蔽了 我绞尽脑汁想了半天 我也没有想明白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也不敢问她原因 除了帮我想想办法 付出并不代表会得到回报 我强调过很多遍 女生既是追来的 更是吸引来的 主动出击必不可少 但更关键的是展示你的信力 就好比我们去钓鱼 鱼儿为什么会咬钩呢 就是因为鱼钩上的额料 那先来看一下聊天记录 这里男生说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女生说 我约了闺蜜出去喝酒 男生说晚上别出去喝酒了 就在家里喝 还可以边喝酒边看剧 想喝什么吃什么告诉我 我让人送过去 怎么不回我 女生这里回了 你家住海边吗 管得这么宽 男生解释道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这一次女生直接不回了 兄弟们 女生出去喝酒会告诉兄弟 兄弟生病 更是直接过来照顾 其实就证明了 女生对兄弟他是有好感的 但是这个兄弟犯了一个 很严重的错误 就是缺少边界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兄弟 他把自己带入到了男朋友的角色 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了女生 让女生感受到了束缚 女生是很讨厌这种行为的 如果是在两个人 还没有确定关系之前 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基本可以对这段感情 说再见了 晚上这个兄弟不要再找女生了 去接触新的人 不论是公司团建 还是私下聚会都要参加 并且分享到朋友圈里 到了第四天 大兄弟给我说 他还给我朋友圈点赞了 女生主动点赞了兄弟的动态 代表了这个兄弟的改变 他奏效了 女生现在是不抗拒我们的 所以此刻就是我们开启聊天的 好时机 我们主动发消息说 我发现我们俩还是挺有默契的 这句话的目的就是很简单 就是调动女生的好奇心 驱使他来回复我 女生回了两个字 默契 我们说你像渣女 我像渣男 都等着对方路破绽 之前那个兄弟太舔狗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建立自己的框架 表示我们也不愿意找女生聊天 女生回了 我可没有 都看你一天天到处玩 确实挺有渣男样的 女生回这句话是证明什么 证明他关注到了这个兄弟的动态 代表他现在是对兄弟感兴趣的 我们说还挺关注我的嘛 没事下次带你一起 兄弟们 你们遇到女生说这种话 是不是就怂了 不自信 不对 遇到这种时候啊 你就越要自信起来 女生说到不用了 我回 我现在在苦恼 晚上是去哄啪还是剧本沙呢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 因为女生他已经不提供话题了 所以就需要我们继续展示 女生感兴趣的话题 去试探一下女生的反应 女生会道 没想到你现在过得这么潇洒 看来男人都是善变的 兄弟们频频这句话啊 像不像女朋友的阴阳怪奇 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会怎么回呢 是不是准备解释一下 如果你怎么回了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 直接看我操作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 不善变 专一就有用了吗 我喜欢你多久 你就吊住我多久 态度上我人之一尽 但是选择上 我就不能有别的考虑吗 还是说你感觉到了危机感 又想来刺激我一下 让我接着做备胎 这两句话的作用 就是给女生说出我们的框架 女生回了 你想多了 我没有能打算 女生当然是这个态度 她也不可能因为我们一句话 就痛感前非 所以啊 接下来我们来点真材实料的 行行吧朋友 这世界没有谁离不开谁 之后我们直接删除掉女生 为什么我们敢这么做呢 就是因为我知道过很多学员 我知道删除女生之后 她一定会以一个全新的角度 重新的审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过了好久 女生还是没有回应 兄弟开始慌了 我告诉她不要着急 时间越久 成功率越高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果然第二天 女生的好友申请就发了过来 我让兄弟同意了 女生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 你是觉得我吊着你了吗 我可以明确的说 我不会这么做 其实我也有我的顾虑 你也有你的自尊 如果你能够懂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的了 可以看得出来啊 女生她经过了一晚上的思考 她知道了 兄弟之前真的是很真诚 但是她也有自己的顾虑 那么到底是什么顾虑呢 这个呀 就需要我们再来深挖出来 我们说 我懂了 你舍不得我 其实你可以把你的担忧 全部讲出来 或许我有点直男 不懂女生心思 但是为了你 我愿意去学习 去更了解你 之后呢 女生回了很长的一段话 把她所有的顾虑 所有的想法都说了出来 模特公司的女老板 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也让她对待感情 会异常的保守 她没有办法过快的 相信大兄弟是真的喜欢她 但是兄弟们 女生这里已经完全敞开心扉了 她说出了自己的所有顾虑 就代表 女生是想要我们给她 一个完美的回应 能够打消她的顾虑 那接下来呀 我们只需要用一句话 就打动了这个女生 这句话一说完 女生就主动的 跟这个兄弟打电话表白了 兄弟们 想知道我们到底说了什么吗 准备好记笔记 我们的回复是 我和你的自由不是单选题 我希望你有更多的自由 我可以做你自由之外的快乐 有没有发现 只靠聊天 就是可以生机彼此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只要你能够掌握好距离 不越界 再把彼此的顾虑解决 女生就会对你敞开心扉 两个人在一起呢 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如果你想学习一个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挽回方面的 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ZXO388 我来帮助你 如果微信你添加不上 请看我最新期视频的结尾 记得我的最新联系方式哦 就这样